要踏进郑小姐家有点困难 因为她捡回来的东西 堆满整个家里 这天慈激志工来帮她清扫环境 郑小姐很担心 怕东西被丢掉 志工不断安抚她 报纸回收物全装进袋子里 再用接驳的方式搬下楼 里长说郑小姐家里堆的东西 以报纸居多 实在很怕发生危险 加上她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 无法工作 需要协助 东西清完之后卧室厕所变得好干净 志工后续也安排郑小姐就医 给予她陪伴跟帮助 大爱新闻 曾善美志工 林源次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